Y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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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悦儿 今天悦儿又 跟大家一起来拆盲盒了 你们还记得悦儿有跟你们一回 我们一起拆过十二星座的盲盒吗 登登 今天呢 玉儿请到了我们十二生肖盲盒 一起来拆拆看吧 高高 说到我们这个十二生肖啊 那你们知道十二生肖都有些什么吗 玉儿知道 子 草 银 卯 臣 四 五 未 生 有 虚 害 十二个 那这十二生肖 你们最喜欢哪个动物呢 如果是玉儿的话 我很喜欢大老虎 然后除此之外 玉儿还喜欢小猴子 因为她很机灵 不过今天玉儿要跟大家一起来玩个游戏 接受一个挑战 我们的今天拍摄人员问我说 如果你喜欢小猴子 前三个一定要抽出小猴子 如果不能抽到猴子的话 你就要学小猴子的样子 然后再出去买东西 如果我赢的话 就可以拿到老虎还有猴子哦 所以我介绍挑战 我们一起来开始吧 那我现在真的要打开了 我现在心情特别激动 现在先把它拿出来 我现在好紧张啊 我真的不想再扮成猴子或者什么的 出去买东西了 希望今天幸运之神可以眷顾月儿 我要开始了 第一个 第一个 我要看一下第一个会是什么呢 拜托是小猴子 小猴子 大家看这里呢 是有一个 这儿生下了小卡片的 还有一个人偶的小托盘 会是什么 哇 是可爱的小龙耶 把它放好 是一只绿色的龙 祖龙的是有哪种特性呢 它说 你们非常的热情 耀眼 充满活力 而且特别的坚强 充满智慧 好棒哦 不过我发现我已经浪费掉一次机会了 第二次 拜托 现在要第二个了 第二个 小圈 我要打开了 啊 是一只小猪 我们一起学猪叫 一起 小白猪 然后它身上还有小花花 超可爱的 但是我真的太可怜了 现在两次机会都已经浪费掉了 我来看一下 鼠猪的有什么特性呢 非常的 诚恺 宽浩 慷慨 哇 它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超乐观的 看你好小猪 哇 转眼就来到了我的最后一次机会 先来打开看一下 拜托 我现在心里祷告一下 会是吗 黄色的 这是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它是什么 啊 是小狗 虽然小狗很可爱 但是我要被惩罚了 我来看一下 它说 小狗呢 是一种非常认真努力 真诚的人 然后非常的谨慎 一旦 对他人产生信任 绝对不会动摇的 你好小狗狗 棒棒 非常不幸的 鱼儿现在已经 要被惩罚了 不过没关系 剩下的呢 我们还有九个 我们就用我们平常的心 来拆好不好 大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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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猜它是什么 是羊面面面 羊呢 天生善良 非常的温讯 然后性格呢 非常的敏感 属羊的人 乐善好施 为人正直 亲切 羊的画子一样 这样 现在我们笼状有请 下一位小朋友 这是他了 是羊儿想要的耶 大老虎 是红色的 然后穿着一个镀刀 特别可爱 非常的独立 勇敢 大胆 老虎的生活态度 及时的是 他已经准备好 及时的面对 生活的困难 大老虎 下一位小朋友 会是谁呢 我这次 闭眼摸一个好不好 啊 就他了 因为他倒了 猜到是什么了吗 你们快看 是一只可爱的小老鼠 老鼠非常喜欢社交活动 并能强烈地适应所有的环境 好 转眼我都拆了六个了 还剩六个 我现在要拆这个 它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猜到底是谁 这个超简单的 一个悠长的牛 鸭 牛 我来看一下 牛呢 非常的冷静 聪明 有逻辑思维 责任感非常强 而且非常独立 形式非常谨慎 突然看到这些我也想属牛了 下一位 就是你了 这个技术 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没有人一直想要的 这个小猴子超可爱的 它是一个穿着制服的小猴子 敬礼 小猴子呢 性格非常的活泼 浩道 伶俐 多彩 而且灵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会是什么呢 打开 哇 哇 这个也太可爱了 是小兔子 我来魔法小兔子了 哇 兔子非常的优雅 而且亲切和爱 哇 哇 难怪他今天穿的很这样 你快看这超漂亮的 小了喽 啦 这是他的 哦哦哦哦哦 我大概知道了 我大概知道了 是我们的小 我们的小 对不起 好 小子你先站着休息 鼠鸡的同学呢 与众不同 他的梦想远大 非常的独立 他们非常喜欢有挑战性的生活 我讨厌一成不变 现在呢只剩最后两个了 我来猜一下最后两个还有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拆到蛇跟马 我觉得它是马它是蛇 你们信不信 好 我现在要施法了 玛丽玛丽 现在一定是这样 它一定是一只蛇 你们信吗 那是什么呢 我真的对蛇有天生的恐惧 它头上长了一只蛇 我的天哪 我有点紧张现在 我要克服一下自己 你们快看 这里呢 它的这里是一条蛇 它整个身上全部都是蛇的那种花纹 他说属蛇的人呢 非常的纹雅细腻 非常的有趣 充满魅力 然后还会经常呢 跟自己的朋友分享生活的喜悦 噓 噓 你们快看 我们今天拆到了11位同学 现在都不一样 对不对 现在只有她了 如果她是小马同学的话 那今天育儿就可以挤起一整套的12生肖了 如果她不是的话 也非常遗憾了 因为我上次12生肖其实缺了一个水平嘛 我现在非常的紧张 希望你是小马同学 忍住呼吸 好像是 你们快看 而且她这里还有小翅膀哦 太好了 我今天超开心的我集齐了12个生肖 现在感觉这 天上全部都是花瓣 然后我往下飘了 我来看一下 数马的人渴望自由大胆 浑身充满活力 喜欢冒险永远进不下来 总以飞快的速度 生活着 哇 今天呢 育儿就跟大家一起拆了我们这个 12生肖盲盒 非常幸运的集齐了拳套 但是 因为育儿 任务失败 所以我现在要去接受惩罚了 这是他们我准备的头套去吃饭 好了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千万别忘记 点赞还有订阅我们频道哦 而且记得留言告诉我们你到底数什么呢 那我们下个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我就接受惩罚了 我现在已经在等着了 我现在来观察一下旁边有没有人在看我 哈哈哈哈哈哈 小猴子好好笑哦 他带着这个小猴子的头套 然后呢 来吃饭 有好多人都在看他 终于来了 我现在要开动了 哇 夏天就要吃蕎麦面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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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糟糕了 我掉进神秘的国家里了 嗨 I'm Hamad 啊 I can help you 如果好奇下面的故事 一定不要忘记搜索小林英语 今天的信呢是来自一个叫做慕惠亭的小朋友 他说呢 他非常有怎么说有很多话想对我们说 可是一提笔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哦 哎他说呢他已经有个问题想问我们 就是林可家族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呢 啊 小林和我呢是大学同学 育儿和我也是同学 我们就这样相互交错的认识了 亲爱的小枫林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见面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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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